新竹县市和苗栗县拼合并升格为第七都 这好还是不好呢 新竹县议会也特别举办了座谈会 议员、乡镇市长和代表都到场 有的担忧在合并之后会让偏乡更难发生 而大多数市场以竹竹苗合并 也呼吁中央检讨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新竹县市苗栗县合并能为民众带来的优劣条件与问题 今天新竹县议会召集全县的议员 13乡镇市长和代表进行座谈 行政中间偏移我们偏移到新竹市 服务员过大 行政效率将会低落 新竹县更会更没落 议长张震荣表示 大新竹敢在2022年推行 认为不应该因人设施 合并后乡镇市改为区公所 行政中心偏移新竹市 新竹县偏乡恐怕更没资源 而立伟林斯敏的团队更提出 应该推动行政计划法以及分区治理 可能每个区块它拥有它自己的机场港口 然后每个区块它可以规划 它们比较明确的自己选项 包括它的工业是往哪个方面走 它的商业是往哪个方面走 他们观光要怎么样处理 而现议员连玉婷则表示 应该要修正行政区法与地方制度法 支持竹竹苗合并 而现议员张梁映则是担忧 合并后偏乡只会雪上加霜 依照我们新竹县各乡镇的人口处来看 合并之后至少八个乡镇 将会减少议员的席次 让偏乡的需求声音更为薄弱 但事实上这个八个乡镇的总面积加起来 高达了1149平方公里 是我们新竹市的面积十倍之大 虎口乡长林志华认为 乡镇成了区公所最基本的路坪灯量 没有办法及时的改善 沉乡差距只会更大 以新竹市来讲 东西区区乡山区 我相信东西区成长很大 但是乡山区呢 那我们以新竹县来讲的话 真的也是大者很大 天象回忆也很糟糕 最后议长张振荣表示 当务之急 中央应该尽速修订财政收支 划分法 检讨资源的分配 再推动行政区调整或是合并 为竹竹苗的民众争取最大权益 我们下期的民众争取最大权益 这下期的民众争取最大权益 我们下期的民众争取最大的质益